完了完了 华强北又疯了 本来解封就没几天 刚查完货 转头又疯了 不知道是这个月的第几次风气 这个月就没来过市场几次 每次来市场都是一个封闭的状态 本来就已经有一批商户和背包客已经逃离了这个行业 现在又是反反复复的查货和疫情已经不能用雪上加霜来形容了 可以说是雪上加霜再加冰雹了 这边我们正好经过曾经全国最大的苹果耳机批发市场的市场门口 大家可以看到市场已经是一个封闭的状态 而且已经有档口二姐摆起了地摊 了解得知 档口二姐是准备把家里紧身的一些裤层处理掉 也是准备干其他行业了 旁边围观的背包客也是纷纷的抱怨 活不下去了 都准备回老家了 旁边也是有很多人郁闷的坐在楼梯上在抽着烟思考着人生 像北二手这边的现状就是市场基本上出于一个停业的状态 像货源这一块的话也是极度的缺滑 像国行的话基本上是资源机被那些比较大的资本家给垄断的 像外版机器的话现在是没有人敢在市场上公开的正常交易 目前外版的机器是可以到货的 只不过货量比较少 当客老板不会出给散户 只会打包出售给长期活作的 目前华像被二手机整个行业处于一个不景气的状态 从业者是越来越少了 如果大家想了解最新的动态可以关注年华